根据安眸周二提交的IPO文件 苹果已经与安眸签署一项新的晶片技术协议 允许苹果公司继续使用安眸架构打造自家晶片 该协议将延续至2040年以后 特斯拉对小米制造基金持股的濒临科技提起诉讼 暗有为侵害技术秘密及不正当竞争纷争 案件将在今年10月10号开庭审理 吉邦科技发布调查表示 电视面板价格经过连续两个季度的上涨之后 与前几个月的大幅涨价相比 价格涨幅将呈现显著收敛 面板双虎6号股价下跌 脸书母公司Meta Zora表示 计划12月初停止向英国、德国和法国的脸书用户 推送新闻内容 并向短影音产品REALS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 因为大众在脸书动态中观看内容 新闻占比不到3%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道